好 我們謝謝林校長 這門社區大學的招生跟課程行銷 其實這個主題在社大裡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為招生 你的消費者 你的主要對象就是學生 那你主要如果從這個企業管理的概念來談的話 你賣的產品就是什麼 就是你教的課程嘛 對不對 你賣的產品就是你教的課程 所以剛剛校長談了好多好多例子跟經驗 我覺得他都在講這個概念 醫生翻譯業多一些關心問幾句話 你那個感受 那感受非常微妙 對不對 有時候你不會直接講出來 你如果沒有跟很熟的人在一起 你通常不會講那麼細 說我為什麼喜歡這個醫生 我討厭這個醫生 那同樣的那學生也是 為什麼我喜歡這個老師 跟不喜歡這個老師 他可能跟課程內容有關 但是同樣教一類的課程對不對 也許同樣教音樂方面的課程 有這麼多不同的老師 對不對 可能老師決定了你會不會去選那門課 而不是那門課裡面教什麼 對不對 因為所有的因素會是那個人的因素在決定 所以這裏面的層面是非常複雜的 那另外像早上我剛進來 剛由老師講完以後 藉著那個校長遲到一些社大以後的 哪些課程可以發展 然後怎麼樣去融入不同的 這個學程學群或者領域的概念 其實也都是跟我們的社區大學的 那整個招生跟課程行銷的主題是有關聯的 因為校長有談一個東西就是 你的課程不是單打獨鬥的 對不對校長我都有聽到你講的東西 這個不是單打獨鬥 其實沒有錯 我們的課程放在社大裡面 他整個社大的形象 整個社大的運作做得好的話 那當然你這個整個社大的人氣就會帶上來 他是一個團隊的一個精神 所以在杜校長的領導之下 現在慢慢他來皆知欣賞我們林校長來這個 我覺得他有一種傳承的精神 把這個基本的行政帶好了以後 接著我們對於課程這部分怎麼樣精緻化 那各位老師的參與 能夠進入到這個師資的進階班 我想不是只有拿那個 最後那個時數的一個證明而已 而是真正能夠把我們大家的經驗在 在社大整個食物的操作上面 是不是從這個量 從值到量 量也要發展值 其實質量都要並進 所以我想今天的那個課程 叫做社區大學招生以課程行銷 那我看有一些進階的課程 他並沒有談到 他只有談行銷 並沒有談課程行銷 好 那我們就特別去了解一下 其實你行銷的主要的內涵 也就是你賣的產品 剛剛講的嘛 就是課程的東西嘛 可是客人的東西的概念 也不是只有單一的 所以就是先談一下 我們這個社大發展的一個基本背景 我想大部分的老師都很清楚了 然後接著我們要談這個 從行銷的概念來談設大的行銷組 就行銷的一些理念 這個行銷有很多 各位可能有一些 其他的這個商業背景也都知道 行銷其實每一個人都有基本的了解 那但是用企業管理 或者是用商業的概念來談 他就會有很多行銷的那個理論來 這個三批 四批 五批 六批 七批 八批 九批 他都有很多這種理論 那我們也會稍微介紹一下 今天的關係 我想講的蠻雜的 就是希望大家 如果可以的話 需要討論的話 也可以有幾分鐘 大家可以交換一下意見 我想我今天的部分就到這邊 謝謝 謝謝